作品中的作品 其實我本身的創作 真的很重視傳統 水墨 可以稱為水墨 就是因為它有中國的元素 而中國的元素 你要呈現在這件作品上 傳統就會很重要 在我作品中 很強調如何把傳統的東西 放在我自己 所謂當代的水墨創作裏面 令它 可以有種活化 這個傳統 所以我會看很多張大千的作品 吳胡凡的作品 這些他們怎樣 去到換龍不脈 把龍不脈 他們怎樣去到 既攻大義的手法 去處理作品 都能給予我不同的靈感 那這件作品 這件松鼠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工整的處理 基本上都是用傳統 中風用筆這種 培畫形式去表達 造型 松針的處理 都想去到 跟傳統或松鼠的脈絡 但是下面英文的部分 會是很重的 寫意味道 你可以說整個作品 是一大片黑色 當然裡面會牽涉到 一些關於用脈的思想 例如石濤有一件作品 叫做萬點惡脈 這就是我畫的時候 其實一直在想著這件作品 如何去到 所謂惡脈 我們看到很難處理的脈 簡單來說 如何融入自己的作品上 顯出脈的脈性 或者用脈的效果 再把它強調 再把它深化 整個表現上 在裡面我是很強調 脈的測驗效果 令到它變成一個 和傳統的作品很不一樣 工舍的結合 都是在大師身上學習的 水脈其實很多時候 給人感覺就是很傳統 而傳統很多時候 給人一種感覺 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我會覺得不一定是這麼看的 水能在舟也能復舟 看看你如何駕馭這件事 當你覺得它很重的時候 當你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包袱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大的包袱 當你覺得它是一個 幫助你的工具 它是承載你的工具的時候 那你就會 心情自然會很輕鬆 我也抱著這個心態 去做我的作品 去處理我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